配合世大运开赛倒数 新庄国民运动中心已经假期了围离 来区分选手跟民众的动线 而且有部分的场域都已经开始封锁 那么园方也特别提醒民众 自8月13号开始 要请大家多多配合园方的管理作业 配合世大运开赛倒数 新北有不少地方被征调为选手村 或是练习场地 新庄国民运动中心近日就以假期围离 以区分选手和民众的动线 所以部分场域已经开始封锁 也请民众至8月13号起 配合园方人员管理作业 目前我们设置围安围离 以及围安隔板的一个区域 最主要是在我们B1街舞广场的周边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是在我们一楼 我们在柜台的一个区域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三楼的球馆柜台 旁边的一个前进指挥所 维安的一个前进指挥所的一个区域 我们设置了相关的一些维安的措施 还有停车场的部分也需要留意 我们在进出停车场 不管是月租或是临庭的一个使用者 都必须接受相关的车检 以及人员的安检 不管是场内 场外都已经有绿离白板隔出区域 所以必须安排临时的服务台 让平日有运动习惯的民众 可以顺利报名课程 对此衷心感谢大家的体谅 目前我们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临时柜台 是将我们的泳池的课程的报名 还有我们相关客户的部分 包括韵律 舞蹈 瑜伽教室 等等的这些课程报名的部分 我们医治我身后的一个客户柜台的部分 那请民众如果在最近报名期的时候 有这样的需要 请自我后方的柜台来做办理 当然 想要为心仪的运动选手 加油打气的民众三楼 可是绝佳的加油区 跟各位说明 目前我们在三楼的观景平台的两侧 我们有个玻璃的观景区 它是可以看到我们世大运练习的一个现况 不管是平日行走动线或是停车 都有可能被诸多限制条件而耽误到时间 可这是台湾难得一见的体谈大事 更是国际盛事 也是宣传台湾的好机会 所以请大家发挥台湾人好客善良的个性 忍一时之不便迎接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宾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